各位信者 我们三支箱里面的 这支箱是静坐 很明显的这里面当然就是 生就不再照做 就是只要保持一个最好的知识 那就要一直保持 那个知识最好不动 呼吸呢 刚开始当然就是要稍微调一调 在譬如七支座里面 他最根本的金木神 当然就是观修中脉 在身体的正中央 然后升起一个意可以流动的一个范围 我们早上有讲到心气合一 心里意的流动 其实就是气的流动 那没有意来规范引导 那他气当然是一个很自然的入跟出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从来不管呼吸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活着 你只要这一期的生命还没有用完 大家都还会继续呼吸 继续活着 但是一样 虽然是活着 但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涵 同龙不一样 即使同样一个人的生命 他也会随着他 每个当下的身心状态都不一样 那神不再决定你的生命状态 当然我们晓得 这里面能动的是意识 如果意识不动 那身体不会动 如果意识离开身体 呼吸也不会动 所以身口意还是以意为前导 意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样的 我们学所有的法门 其实最重要还是你的心 你的心不管什么法门 不管哪一种 八万四千法门 其实都离不开一心 如果心没有内涵 那其他大概也不用说 所以解跟行 行的内涵其实还是在解 我们说一样画葫芦 那当然还是可以画出葫芦 但是艺术家画出来的葫芦 跟一样画葫芦不一样 就好像现在我们也常有机会看到唐卡 就是藏传的那些满达拉 还有各种佛菩萨的坛城 这些画诗画的 跟一般的工艺诗画的 或者只是学画画的画 它一个最大的差别是 学着画的有画没内涵 它虽然什么都画出来的 但是里面代表什么意思 它不知道 那样子的话 其实同样是在画画 但是它是没有内容的 它是有像 没有内涵 一般工艺诗当然就比这些超者要好 因为他至少有做过 所谓的基本的训练 就是有基本功 但是这些真正的画诗 他是懂得 所有画里面他的意义 所以一个画师就是受过正统训练的 他几乎不太可能画错 因为他晓得每一个细节 它代表什么意思 他是先懂 然后才下手 那有一些就是 他也可以画 也画得不错 甚至画得比那些传统的画师还美 但是他可能有像 很美的像 但不见得有内涵 那这个可能在美上 或许会不错 但是在真上 我们说真善美 在真跟善上面 可能会有缺失 那如果最后这些 比如说我们到一些 如果去过尼泊尔 或者是去过西藏 都有很多那个 异品店 大家都会卖一些唐卡 但那些 大部分都是超的 超的也就是 他既不是画师 也不是艺术家 那可能就 也就是找得临摹 那这些常常会画错 他漏了什么地方 他其实也不见得晓得 所以 我为什么要讲得这么复杂 其实就一件看起来 一样的东西 它最大的差别 还是在它的内涵 所以我们学佛 最重要的还是在内涵 那一样的 同样是念个佛 那内涵不一样 念出来就不一样 那如果晓得它的意义的 那念起来会射心 如果不晓得它意义的 念起来好听 那如果更下了 就是更 那就只是念 就念 它有在念 那它心也不相应在上面 那所以 所以我想 我要澄清的是 其实我在讲某些 法门的缺失 不是在说 那个法门本身有缺失 我在讲的是 现在的人 修那个法门的态度 观念有缺失 因为 其实我 它本身不是一个真正的行者 但对这些法门的古大德 尤其最重要的法起人 他的制作 我是看过的 我发觉他的意识 跟现在人的意识差很多 那看起来有点像 但是 其实不是那个样子 比如现在很明显的 可能现在的 行者他认为 因为我只要念 就可以 所以 戒 定 会 就不讲究 那在这里面就违背 佛法的根本的内涵 我们说修什么法 我们都要三法院去检验 绝对不是佛在讲那个法的时候 不符合三法院 是后来的人 解释或者修持的方式 已经违背三法院 如果这个话不点出来 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 应该讲的 我绝对没有要 去破坏什么 应该 就是一个提醒 一个提醒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 谈静坐 那刚刚已经讲过 整个是心为前导 就意为前导 你的心是最重要的 那么心最重要 学佛修行 那最重要的心能保持绝 这个是 它的基本的根 也是基本的果 也是基本的道 我们说根 道 果 就从根本 你必须保持这个 然后 在修行的过程 一直保持这个 然后到最后 还是这个 但 刚开始是在学习 那 过程是在保持 是在训练 要到最后 是达到那样子的层次 所以 这里面我们就说 静坐该怎么做 刚刚第一个就是 身体 要保持七支坐 也就是身体 有七个要领 要要求 第一个当然就是腿 腿 如果能够双家伏 最好 如果不能双家伏 那家伏坐呢 就有两个脚交叉 交叉就有单家伏 甚至有平坐 甚至有两个脚 就轻轻地交叉就好 那 这个是 如果自己用最高的要求 当然最好 或许我们又可以说 怎么做没关系 只要心 清静就好 那个就是说 不谈基础 而谈在半空中的那个东西 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丢掉 当然我们晓得 心是最重要 但心要达到某个层次 如果没有我们的身体 作为它的支援 支持的话 那其实它是达不到的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先求行 先要那个 跟学前一样 你基本功要先做到 才能够进步谈 新的任运 那行得很自然地 随着你的念动 但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谈不上什么功夫 所以学佛也是一样 基本上如果静坐 做不好 很难谈功夫 因为它一方面 降服不了自己身的业障 更保护不了心的习气 那你如果坐得很正 我们早上也讲过 身正 那则磨 它就正 磨 磨就正 磨正的话 气就调 就顺 气如果顺的话 你整个全身的循环 包括是动态的循环 或者对心的那份任运 它才有条件 很简单 当你的脚很麻的时候 你那个心怎么能清净 不要骗人 所以很多东西 那同样的双盘 它可以达到深的均红 还有那个均红所产生 支撑起来的那股力量 跟单盘 它是不一样的 单盘基本上两边是不平衡的 两边是不平均的 所以两边不管是往下的作用 尽量的双盘 那补救这个呢 当然还是要补救脂肪 我们刚刚讲过 你做习惯 盘一边 因为两边的松紧度不一样 所以久而久之 它会形成你身体 就扭曲了 尤其脊椎下面这个地方 因为你长时间的一边紧一边松 两边的发达会不太一样 所以为了要补救这个 即使你单盘 你还是要随时换脚 就每一座最好 一座坐到底不动 但是每一座换脚 这一座左脚在上面 下一座就右脚在上面 让两边都能够均红的发展 那一样 双盘也一样 双盘也是一样 所以很多人双盘做得很好 做得很久 但是他是习惯做一遍 这个你注意去看他 身体还是会跑掉 他即使做得很久 一样跑掉 所以这个当然要避免 要避免 所以其实中医师很多是反对人家打坐的 因为他这种会打坐 其实是会破坏 我们脊椎的那个值 事实上很多也因为做出毛病 当然我们晓得学佛一定要做 那怎么可以做出毛病 是谁搞出了毛病 不是静坐搞出毛病 是你不对的静坐方式搞出毛病 所以不要把不对归到法上面 而是要回归到我们对法是不是真正的理解 真正的依着法在奉行 这个还是要随时要留意 这个跟后齿薄比 还是自占回他 我们是在法上的一个提醒 不是在批评哪一个法门 是在批评哪一个法门里面错误的之间 不是这个法门 那个错误的之间不是法门的 或者是这些行者 他以为是什么 那当然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 或者甚至产生一些错误的引导 那就误导 这当然要避免 站在学佛的角度 还是要提醒一下 所有说真的 所有佛号念起来 真的还是阿弥陀佛最好念 他念起来最顺 所以这个法门必然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 但是一样的好念 我讲我那一天的经验 那天我真的是找课的时候 就跟在最后面就跟着走 但是那时候打了妄想 打妄想就是心有一个工作要做 所以我就一面念着 嘴巴念着观心菩萨 但心里面想着阿弥陀佛 想着我们那个弥陀殿的阿弥陀佛 真的就想到就在你眼前 而且把它变成我要做的那个大小 因为我们监会长 这个普及会的前会长 他一直发个心说希望在弥陀殿落成的时候 希望做一个东西跟大家结缘 所以我就在想那个东西长得什么样子 就把那个占了阿弥陀佛的那个头指向 就把他想到很小 全心就是在这个佛的佛上 就走过头了 不晓得走到这边应该转过来 同时一心好几用 一面念佛念得很好听 很庄严 二方面想佛想得很亲切 想得清清楚楚 突然一念返照 发现走过头 刚好我们那个一个师姐也刚好走过头来 他发现我一直在往前走 所以他转过头来要提清我 这时候其实我已经绝照到了 就跟他回头的同时我绝照到 我走过头了 赶快转 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有无穷的能量 我们再这样讲好了 就你如果可以把心真的放开 不打妄想 其实心当相可以同时见闻绣 常觉知 在一瞬间里面完全记住 当然你用在见的时候 那可能听就会弱 但是当你都不派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而只是保持那个绝照 就是那个本剧的绝照的时候 其实见闻绣堂觉得 他们平等的都清楚 我们真的要晓得 我们这个心不得了 但是我们不会用 所以就把它弱化 甚至把它悟化 甚至把它恶化 我很生气 那这个生气就把你的心 清真的心给恶化 你很嫉妒 那个心就把你这个嫉妒 也把你当下的心给恶化 所以其实我们 也就是说 其实佛法真的 佛法知殊胜之不够 是在他的智慧 是在他的如实 不在他的信仰 当然我们也晓得 在印度的瑜伽 瑜伽其实就是 传统印度一直传下来 他们都讲瑜伽 一个行者都可以称为瑜伽士 也可以称为沙门 也可以称为婆罗门 就是说 你只要是真正一个 追求生命的 真正内涵的 大家这些名词 都可以通用 那他们在修瑜伽 很明显 基本上就分三路 那个比较 着重在智慧的 就叫智慧瑜伽 那个着重在实践的 就叫行动瑜伽 注重信仰的 信心的 就叫前进瑜伽 其实这三个可以三合一 但事实上呢 我们大概都各有强调 都各有强调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 其实最好是三合一 就是解形相应 然后里面又有一个虔诚的恭敬心 那这样是最好 那千万不要弄半天 这个也不相信 那个也不相信 那如果这样的话 信为刀源功德物 你什么都不信 那怎么修 要往哪个方向 但反过来讲 如果你一相信就信错了 你怎么修 会修到哪里去 所以当然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在用这一块的时候 那就是要 有经常做一句 有善知识做一句 更重要 要用你的自觉 甚至做一句 就凭你的理性 去想一想 这样对还是不对 我还是在强调一次 佛绝对不会说错话 都是我们后来的人 把他解释错 但真正的如理解释的 不会是那样子解释 所以 这个当然是要小心 好 那我们说七字座 现在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 首先就是 脚就是夹伏 就是两脚交叉 因为这样子 它会稳 那要领呢 就是两个膝盖 不管你是单盘双盘 两个膝盖都要着地 两个膝盖要着地 然后屁股着地 然后屁股呢 跟两个膝盖的高度 差四指幅 四指幅 那四指幅是用你的 手掌 就手掌 我们说手刀 这个高度 就你的四指幅 那有些人手比较细的 他四指幅相对的就低 不是个子高就一定高 就一定宽 像我个子不高 但是我手很宽 所以我还是要点 点得比别人高 但是千万不要 你的四指幅很低 结果你点得很高 因为那样子的话 其实对你的静坐 其实它的正面的帮忙 就不大 它太松 你如果坐得太高的话 它太松 太松 就没有那个回旋的力量 因为我们下去以后 它会在反作用上来 那个力量才会大 好 这个是第一个脚 第二个手 手就等持 就结定印 结定印 那这里面当然 比如说如果我们说念佛的 那念佛又结弥陀印 结弥陀印又有什么上品 中品下品 卷不同的手指头 就不同的品 那当然也是另外一个体验 就是说你真的那么去做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是什么 而不是我只要结这个定印 就叫上品 或者结这个定印 就叫做下品 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一样的 我们披补七字或者等持 手等持自己下 就这个样子 就两个手平贴 然后两个大拇指 轻轻的指头相触 那就放在靠近身体下腹的地方 那如果左脚在上 我们就左手在上 如果右脚在上 就右手在上 那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脚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会一边高一边低 翘翘的 所以最好是铺个 像我们现在那个黄的毛巾 厚厚的 就要盖上你 手就轻轻的放在毛巾上就好 这样比较稳 比较稳 那静坐的时候 千万不要旋软 也就是说 不要把手提超过你的脊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会造成 不应该有的那个紧张 你要放松 让你的肩膀没有负担 让你的手不会累 所以很轻轻的放下来就好 那这个最主要 手等持自己下 最主要是要导通变形器 就你的两边 我们说我们身体其实还是有阴阳 就两边能够均衡 所以就等持自己下 前面那个家福座 家福座是要让下行器能够往上 什么是下行器 就大小便 那个放屁 这个都是下行器 那包括生而育你 这个也是下行器 那我们修行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下行器回复回来 变成你的循环里面 而不是排掉的 所以一般如果静坐坐得好 那我们调得好的话 慢慢的一样你的身体 包括那个消化 什么都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那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的欲望也会慢慢的淡 因为就不会有那个 往那个方向去的那个气 所以就不会产生相对的妄念 这再谈深一点的话 其实包括我们有时候晚上做梦 梦到些什么 其实常常就是那个气 叫往外排的时候 它幻化成那个梦境 然后达到那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晓得 我们身体的所有现象 其实深口意 它都会互相交流 互相影响 当你心想住飞飞的时候 身体就开始紧张 那一样的 当身体紧张的时候 你会跟着就想住飞飞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体的 它互相影响 当然以意为前倒没错 但是常常在你不自觉的时候 其实身是影响你的意义的 比如说晚上你睡觉 如果知识没有睡好 那可能就做噩梦 那脚睡到麻掉了 你可能就做一个梦 有人追你 你连动都没办法动 急着全身冒汗 结果那时候你如果能够 当下醒过来 你会发觉 你脚麻掉了 你知识不好 所以很多人不要把它想着 那么神秘 那么玄 大部分其实都是可以解读 就是说我们如果回到 那个绝造的心 其实在身体上 心理上发生的种种现象 其实都可以照见 所以真正的修行 修到最后是吃的少 睡的少 如果一个人说修得很好 就随时都要打个睡 随时都睡觉 那他说修得很好 其实可能要再检验 所以因为那是供需的问题吧 是供需的问题 那你就是分成的时间多 怎么会有智慧呢 那你说修得比较有智慧 那怎么会睡太多呢 那一样的 如果我们身体都没有再妄想造作 那怎么可能吃多呢 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一样的 当然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形态不一样 每一天所做的 你如果要耗很多体力的 那必然的 饮食的营养分也一定要够 那一般当然求精 但是不能求精 当然就求量 所以一般如果说常态运动 那一般食量会相对的比较大 那反过来讲 其实静坐 其实不是运动 但是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静坐 当你静坐做得好的时候 那是真在动 但是那是一种内动 里面的动 细微的动 那外动的时候 好体力 真的内动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自动功能 所以静坐做得好的话 就可以睡得少 吃得少 那不然的话那些 大行者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不要讲得远 就近代 我们的虚音老和尚 大家可以去好好看看 他的法会 就是他的虚音老和尚 有一本厚厚的 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应该有 如果你想真想修行 其实多看看这些大修行者 大成就者的传记 你就晓得要怎么修才好 而不是一直保持在自己的习气业力里面 以为自己在修 那个是自己骗自己 其实到最后也不见得你自己会满意 但是尚会停留在自己的习气业力里面 这个当然要小心 好 那 手等持自己 他接着呢 就急直 那脊椎为什么要直 就是要保持你中脉 就是要保持你中脉能够直 那肩脏的时候呢 就是要让里面的气能够饱满 脊椎直 命根气 他就顺畅 肩脏 就里面的变形气 平住气 就保持身体的平衡的 他都能够运作得很好 然后接着呢 头为腐 寒压猴节 就头为腐寒压猴节 这是要让上行气 不往上 上行气 打喝歉 吃东西 这个都属于上行气 那上行气收回来以后 收回来要干嘛 收回来就是要不打妄想 我们常常就说 上行气太强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晚上睡不着觉 一般来说 腐会最新的 那其实就是上行气太旺 随时头脑好像要睡 睡不着觉 那更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血压高 还是什么 这个其实都跟上行气 没有调有关 所以静坐 其实基本上就在调理这些东西 把下行气 上行气 平住气 变形气 这四个气呢 用一个最好的方式 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状态 很稳定的状态 然后接着呢 舌底上 这个我们看不到 里面你舌头轻轻地点着上面的上牙齦 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让嘴巴里面 随时可以感保持湿嫩 那另外一个呢 就一样 他在气 在这边回转的时候 其实头比较不容易 我们现在很多 有一种怪病 以前有一个四兄弟的女儿 她有一种怪病 就是突然修课 那突然修课呢 结果我们一般都说缺氧 一般都说 这个缺氧了 赶快赶快怎么样 结果送到长庚以后 那长庚医生说 他不是缺氧 他缺二氧化碳 就赶快用一个东西 把它覆盖一下 就不需要这么多的 新鲜的空气 他反而身体就好了 就正常 所以每一个人的病 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这只要是要晓得自己 那这个都做好了以后呢 接着下去就是呼吸 还有你的心怎么做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说 好 刚开始 因为我们要调我们的身 要身跟心能够互动 能够绝造得到 所以刚开始 为了要促进我们身体的平衡放松 所以你就用这个简单的知识 然后想一下自己的中脉 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吸气的时候 就从下面 你把自己的身体 变成一个保平的样子 保平 然后你吸气的时候 就从这保平的底 观想它慢慢的满上来 气 气变满全身 由下面 下面满就是说 你吸的时候 其实这个脚 感觉它是冲胀的 然后慢慢慢慢往上冲胀 到全身到头顶 保持这个满的状态 然后放松 呼气 从上面又慢慢放松下来 慢慢放松下来 肩膀 胸 慢慢一个一个部分的放松 一直到 坐下 我们试一次看看 吸 慢慢上来 吸 呼 慢慢呼 从上面慢慢松 慢慢软 到坐下 再来 吸 吸 慢慢松 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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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一定比刚刚更慢 然后松呼 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呼吸 你的意念 你的身体 好像慢慢的他们互相在互动 感觉得到你的气到什么地方 你的念到什么地方 一定要慢慢的把自己弄活过来 弄醒过来 能够越来绝躁力越强 这样才好修行 不是一做然后就想入非非 或者一做就不断的在干什么 或者一做就什么事都没有 那很快就分成掉了 不要自己乱了自己 应该是要自己帮自己 越来身心越明照 越安稳 越调顺 这样清楚了以后 就不要再继续保持 做这种深度的呼吸 也就当最后你觉得调的 差不多都清楚了 也放松了 这时候就不管呼吸了 也就是说 这时候的心不再引导 不再照做 就回到那本来只是绝照 那一份本句的照见 做下去呢 千万不要主动的去想过去 就过去不思 不要主动的想未来 未来不赢 那现在不是我主动要想的 它还是在那边打妄想 那不理 过去不思 未来不赢 现在不理 就保持那个心 朗朗 灶灶 明明 白白 轻轻松松 稳稳定定的 就这样做下去 如果发觉什么地方 刚刚是讲心 不落过去 不落未来 不着现在 那如果发觉 深 什么地方 酸酸的 紧紧的 你也可以 把这份绝照力 就暂时先看着 那个有反应的地方 那个sensation 就那个瘦比较明显的地方 或者压力比较大的地方 你要轻轻地看着那个部位 那一样的 轻轻地呼吸 慢慢那一现象 就会化解掉 然后再回来 原来的绝照 所以也就是说 你的心不要去照作 等于变成一个监督者 那哪边有问题 我们就照着 那你照着它 其实就是最大的 的关怀 最大的加持力 那千万不要紧张 完全不要紧张 完全不要紧张 松松坦坦坦的 我们知识保持不动 从刚刚要入座的呼吸状态 再恢复回来 你就慢慢地做深呼吸 由西转出 全身充满了气 然后放松 然后再吸 可以用力地吸 然后放松 然后再吸 更用力地吸 放松 接着手可以合掌 虚心合掌 然后放在嘴巴前面 那哈热气 我们哈三次 或者七次都可以 呼 呼 呼 然后就抽 如果做得好 这个手 很快地搓一搓 它就很热 然后借着两个掌心的热气 然后我们可以 眼住你的眼睛 然后轻轻地揉 那轻柔的 轻轻地揉的话 让它的手 让手 让它的自动的引导 就是手 它会好像自己 有一股力量 就走起来 你就随着它去就好 不要去干涉它 它要怎么转 就怎么转 怎么揉 就怎么揉 它 大概就会找到你 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去搓动 然后就慢慢地 慢慢地 松 头 也可以轻轻地晃一晃 因为刚刚保持一个姿势太久 所以还是要让它活动 活动 筋骨也活动 手 虽然只是坐几分钟 你应该可以发现 你现在手 刚刚刚开始坐不一样 碰碰 碰碰碰 然后亮亮的 这就代表它充满着气 其实你只要做得好 要调整身体 其实很容易 修行的没有道理 身体不好 真的没有道理 除了你本来就有病 如果说修出病 那个没有道理 一定是你修错 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病 最严重 最不好医的就业 业障病 那个吃药没有办法 要靠什么 靠你的敬业 来净化你的染业 还是要靠修行 那一做一做的 老老实实的做 久而久之 这些业障 就被抚平了 被转化掉 那这里面最大的力量 还是你那份绝照 那一份清静念 你若能够保持绝照 保持清静念 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 所以 这个不是迷信 整个就在讲道理 你为什么会有业障 因为你的业染污 你为什么会有福报 因为你的业 它是正面的多 你福报就大 你为什么健康 因为你的业清静 你为什么身体差 因为你的业污染 所以 虽然笼统讲 都是业力 其实就是我们行为的惯性 很多不是过去带来的 而是这一生养成了不好的习惯 没有饮食习惯 不好 行住作物的习惯不好 一做 也不做端正 做就整个身体谈整 那身体怎么可能好 所以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 发觉自己有障碍 有障碍 就叫业障 发觉自己有业障 业障现前的 忏悔 想办法解决 而不是益他 基本上还是靠自己 那当然就很多 医生能解决的 当然就请专家 这个也是善知识 其实善知识 各个层面都有 在哪一方面能够帮你忙的 就是那一方面的善知识 但是真正要改造业力的 其实基本上还是就是佛法 他能够医你的身 医不了你的心 那个心的病 只有佛法能医 那当然有些善知识 就是说会解决你思想上的盲点 引导往好的地方去 他不一定是学佛的 但他比你有正知见 他也可以是你的善知识 所以善学者 处处善知识 这我们老师讲的 明明喜婚 所以我们看到人都比我们更觉醒 别人都佛菩萨 我唯独 我是凡夫 这也是我们阴光 阴光大师所讲的话 所以从这些 不管他是修哪一个宗派的 他只要修到某一个层次 讲出来的话 就会符合三法印 但是若还没有修到一个程度 讲出来的话 常常是一种主观意识 也就变技所指讲出来的话 其实就会有点瑕疵 甚至会有大瑕疵 误导众生 所以这个当然要小心 好 我们休息一下